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莫赫萨感恩卢台长 想问一下台长1984年属诸的 84年属诸的 这个地方出点问题了 对 经常想不开 有一点点自闭症 对 她的心理障碍特别大 她什么都想不通 她觉得很多人在陷害她 对她不好 所以她看别人都比较不顺眼 对 她过去小时候 她妈妈怀孕她的时候 吃了很多活的东西补身体 现在那些活的东西都在她身上在搞她 对应该是 她的腰油 她的脊柱有点歪的 对 台长厉害不厉害 你们今天晚上 现在不走的人待会排队 零号 一个个给看过来 请台长特别给她看一下 她的那个肺和 就是嗓子胸腔这边 因为 几几年属什么 1984年属猪 猪尾巴 我告诉你啊 她这个地方啊 对对对 肺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边 就是这边 揪住啊 揪着 对对对 今年已经进了两次医院开刀了 而且都是急性的 很严重 我告诉你 她现在这个肺啊 就是运作 这个像人家一个胖瓶一样啊 对对对 不工作 对对对 然后就萎缩很小 缩小了 对 缩小边上还有水啊 所以她的肺还有点积水啊 现在还有点积水啊 嗯 请 请台长看一下要多少小房子 还有放生多少 有一个老人家在她身上 老人家 赶快将她念掉 84张小房子 84张 嗯 是她的那个前辈吗 就是那个前辈 是外公吗 眉毛都有点白的 样子倒长得蛮好的 像一个 像一个干部 她的外公过去做过干部吧 样子 头发花白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她外公好像续 蛮大了 前年还在她身上 就在她那个 经常还跟她讲话 指导她的思维 所以你看她年纪这么轻 讲出来的话 都有点古色古香的 怪怪的 对对对 是有点 金 台长帮她看一下 要多少张小房子 然后还有放生多少 然后她每天的功课是多少 每天功课们大杯就薪金啊 21遍 21遍 好吗 李佛念三遍 李佛三遍 还有帮外公念65张小房子 65张小房子 我可以叫她外公来看她的 好吧 哦不用 哦不用了 然后 他们都不想见鬼 就到我 卢台长帮你们见鬼 还有放生多少条鱼 放生3000条鱼 3000条 2800就可以了 好 好吗 这个孩子没什么问题 外公走了之后 她就会恢复正常了 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地方 叫她不要恨外公 是她自己的业障 好 她的外公在身上也弄她 好 因为她外公跟她前世有冤解 明白了吗 还有台长帮她看一下她家里的佛台是不是要换一个位置 是不是放楼上比较好 她现在是放在楼下偏左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就进门偏就左边就是 大家看见了吗 台长太神奇了 好吗 放在楼上比较好 楼上是吧 但是楼上边上有个小卫生间 对对对 但是那个不太用 不太用的话也不行 弄个小屏风把它遮起来 好 好吗 感恩台长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了 谢谢大家